好的,我们来到巡回锦标赛的下半场 丁静辉对阵凯伦美尔逊 目前已经来到双方的第11局 总哥8比2领先 说实话这个分差还是比较大的 对丁静辉来讲局势越来越不利 总哥手感实在是太好 上手就一杆打死 确实谁遇上也不行 不过还有希望 嗯,总哥一杆长台没有打劲 露球了 右下方底带的带口红球 顺利上手 嗯,薄的有点多了 让左下方底带的一杆长台露给总哥 同样是打薄机会再次给到丁静辉 左下方底带可以直接来要到黑球的 黑球拉一个低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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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下方的这颗红球可以来带一下球堆了 好球,这一杆K的相当漂亮 黑球向上的一个角度 一户弹起来要到粉球左侧这颗的中带 16 17 跟起来要到咖啡 21 这局是有机会一杆来超分的 看一下丁静辉能不能把握住 22 蓝球 蓝球留了向下的角度 直接来蹬右下方底带 23 23 迪库起来要到黑球 考虑来借停一下球队 非常细腻的一个处理 由下方底带有了 双方的本场比赛几乎没有出现过多的纠缠 基本上就是上手之后一杆打死 所以比赛的观赏性还是很高的 分球高竿退一个中弹 就在最右侧的这颗下一个低竿 黑球打进领先了59分 台面还有75分 再次打进黑球就能完成延分 右侧中带这颗红球推进 这一局基本也就拿下了 南球看一下能不能带一下球队 直接下来选择了单轿 这个球形单轿也可以 看下目前百分干还是有希望的 虽然说有两颗难度的红球 这一回也是急需一颗 急需一干百分干来提振一下自己的士气和信息 左侧边库的这一颗叫到了 解决掉了一个难题 最后一颗红球的较位 一万最后一颗红球的较位依然是没有问题 打进这颗百分干就不远了 先要一颗绿球更方便来叫黄球 高干直接退下来 黄球打进地理会也会拿到自己 手干百分干了 确实打得很艰难 好的百分干有了 青彩也没有什么难度 所有彩球都在点位 104 108 母球摔袋了 不过也没有关系 这样的话比分来到了8比3 一目 啊 嗯